建安五年,东吴开国之主孙策遇刺身亡,临终前传位给年仅15岁的弟弟孙权,因为孙权当时年幼,而局势又危险,所以孙策将孙权托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陈属,按照三国演义的描写,孙策将孙权同时托骨于张昭和周瑜,然而根据《三国志无书》孙破鲁讨逆传的记载,孙策临终之前是托骨于张昭,没有托骨于周瑜,那么与周瑜独相友善的孙策临终前, 为什么托骨于张昭而不是托骨于周瑜呢?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接下来的内容都是本鬼的一家之言。 大家孤望听之即可,鲜为人知的是,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对周瑜有很多美化的描写,导致小说中的周瑜形象要优于史书记载的周瑜,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在孙策平定江东时可谓战功赫赫,外事不觉问周瑜这句话显得非常合理, 然而根据《三国志》记载,周瑜在孙策平定江东的战争并没有突出的个人表现,小说里的《高光时刻》推荐二章, 既秦太史词,既破刘咒等等,都是罗冠中替周瑜打的,因此历史上的周瑜当时在孙吴军方的威望并没有小说中那么高。 孙策临终前也说不出来外事不觉问周瑜,最关键的是,周瑜在孙策打败刘咒后一度脱离了孙策集团而为袁术效力, 鉴于袁术集团与孙策集团的特殊关系和私人感情,孙策毫不在意周瑜离开自己而为袁术效力, 还隆重欢迎了周瑜的归来,但周瑜终究算是跳过曹的人,正因如此,周瑜在孙吴的资历是要比张昭, 成仆等人略逊一筹的,成仆早年讨厌周瑜多少也与此有关, 虽然周瑜重返孙策麾下后屡历战功,逐渐成长为孙策麾下的一等大将, 但周瑜的资历和威望不足以让他成为孙吴的江北南渡世人集团的第一代表, 这个位置一直是张昭的,而江北南渡世人集团 当时孙策集团的统治基本盘,托估之臣肯定是要让统治基本盘的第一代表担任的, 因此孙策临终前托估于张昭,而没有托估于周瑜, 东汉末年,群雄四起,各路豪强逐鹿中原, 前妻霸主张娇董卓,袁术袁绍相继退出舞台后, 终于形成了我们熟知的鼠卫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其中最为成功的必然是曹操,然而魏国这个说法其实是在曹操死后才有的, 曹操一直以丞相自居,携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一方代表的是汉室正统,正因为这种局面, 同样自称汉室正统的刘备,哪怕势力再强也无法称帝, 古人讲究师出有名,毕竟有着正经刘家血统的汉宪殿殿还好好的活着呢, 刘备要是称帝那可就是造反了,曹操病逝后, 曹皮篡尾称帝正是建国大卫,如此一来, 隐忍多年的刘备作为一方霸主,终于也称帝了, 继承刘邦刘秀,号称四五二组,终于称帝后, 刘备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起兵东征, 剑指江东孙氏,这一战打得极为惨烈, 林威受命的陆逊一把大火烧掉了刘备的东征梦, 按理说刘备不是无能之辈,三国鼎立的局面如此微妙, 欲望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他不会不懂, 那为何这江东他是非打不可呢? 接受度最高的一种说法是,刘备此举是为了给关羽报仇, 这一说法不仅在坊间的支持度最高, 并且在小说《三国演义》里, 也是罗冠中主要描写的方向, 刘备虽是汉室之后, 但没落的他早期只能靠卖草鞋为生, 从无权无势的草鞋贩子到雄居一方的蜀汉帝王, 没有能人相助是不可能的。 文有卧龙凤厨,无有五虎上将, 蜀国可以说是人才忌忌, 又因小说《三国演义》的主角视角是蜀国, 刘备手下的几位大将都被塑造得极为丰满, 极富人格魅力, 在这其中, 关羽更是人格魅力爆表, 位列五虎上将之首, 温九斩华雄, 过五官斩六将, 刮骨遼渡等佳化百世流芳, 民间更是称其为关公, 清朝时期, 雍正追封关羽为武圣, 与文圣孔子齐名, 佛道两家对关羽也极为崇敬, 道家称其为文恒帝君, 携天大帝, 佛家称其为切兰菩萨, 对百姓来说, 关羽是一位被神化的人物, 但对刘备来说, 关羽是亲兄弟一般的存在, 强盛的蜀汉帝国, 最初的形状只是个白手起家的三人集团, 而关羽就是其中之一, 刘备称帝的时候, 他已经失去了这两位兄弟, 张飞是自己人害死的, 报仇说报就报了, 而关羽却是孙权害死的, 这仇虽然难报, 但是不可不报, 毕竟不是山野江湖, 仅凭一句报仇就要打仗, 掏空国库, 百姓受苦, 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 其实东征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咱们慢慢说到, 虽说三国演义中, 罗冠忠将蜀国的人物, 个个都塑造成了英雄, 似乎随便单临一个出来, 都能独当一面, 这群人抱团岂不是天神下凡, 但就连罗冠忠也不得不承认, 三国时期真正的霸主, 还必须得是曹操, 还没拿下荆州之前, 刘备被曹操追着打, 举国逃亡, 连儿子阿斗的性命也差点没保住, 直到赤壁之战, 孙刘联军击溃曹军后, 刘备巧取荆州, 蜀汉政权才真正把腰杆子直了起来, 说荆州是蜀汉的立国之本, 一点也不过分, 可能还有人会好奇, 就算没了关与张飞, 诸葛亮可还尚在, 他怎么会放任刘备出这种昏招, 又袖手旁观呢? 诸葛丞相不该出言阻止吗? 翻看陈寿的三国志, 我们能找到些许答案, 比实属汉政权里, 能说上话的能臣就那么几个, 只有赵云站出来反驳刘备, 赵云的观点十分清晰, 曹家在边上虎视眈眈, 我们这时候去打荆州, 江东必有大军持援, 我们占不到便宜, 没准还会被曹家落井下石, 痛打落水狗, 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 但刘备却听不进去, 刘备以人军的著称, 绝不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 可见除了赵云外, 支持他东征的人, 也不在少数诸葛丞相什么态度, 丞相没有态度, 三国宇宙最有智慧的诸葛亮, 这时候选择了沉默, 发言权如此吃重的角色不说话, 基本等于默认了, 理性上, 诸葛亮肯定是反对东征的, 毕竟蜀国刚刚建国, 如此激进的决策, 肯定是必大于力的, 丞相只在刘备兵败后, 说了一句, 要是没打就好了, 但感性上诸葛亮的家乡就是荆州, 在蜀汉任职恶的诸葛市, 有八人之多, 当年赤壁之战, 辛辛苦苦把家乡抢下来了, 现在拱手送给东吴, 那是怎么都不会担心的, 更何况, 刘备手下能臣大多都来自荆州, 大将有魏延, 黄忠, 邓芝, 宗裕, 李延, 傅荣和傅谦父子等, 众臣有陈振, 郭游之, 董雀, 樊健, 张存, 吕毅, 王莲, 杜琪等, 虽有赵云带头反对刘备东征, 但刘备这一角色出来, 不仅能为武圣关羽出一口恶气, 还能笼络整个荆州集团的人心, 不然失了关羽, 又是荆州, 整个蜀国上下的多憋屈, 其实以上两种说法, 都是从情感的角度去思考的, 本质上是从微观的角度解剖历史, 说服力终究是不够强的, 国家问题还是要站在国家的角度看, 以宏观视角出发, 吴国势力较弱, 一直仗着长江天欠水军强盛退守江东, 孙奸孙策虽然都不是省油的灯, 但是从来也没对谁真正形成威胁, 可孙权就不一样了, 拿下魏国他不敢想, 但是拿下蜀国一直都是他的目标, 而沙关于取荆州, 就是这个计划的第一步, 东吴的狼子野心已经显现, 就算没有东征之事, 也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提防, 毕竟稍有不慎, 孙权可就要得经望蜀了, 东征也不过是以公为首而已, 似乎这么一看, 从理性和感性上, 这一战都不可避免, 东征的结果自然是惨烈的, 但其实如果不是陆逊天将神兵, 没准刘备东征也不至于惨败收场, 如今在讨论孰对孰错已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刘备不久后中道崩除了, 放开格局来看, 如果没有气势澎湃的东征, 对刘备来说会是个极大的遗憾, 请假访崩除了,